这回斯洛法克参访团来台 六天的访问行程大秀双边友好关系 力挺台湾的发言不间断 这是访团中最年轻的议员 27岁的史丹琪克 回国前在社群媒体上告白台湾 希望很快再次来台访问 更对台湾的经济发展和民主 感到相当惊艳 除了斯洛法克 法国访台团再度来访 来台时机敏感 是法国总统马克宏胜选连任之后 让外界好奇台法关系未来新动向 法国访团代表特别强调 短短一年间就有三团 法国国会访问团来台 象征大家有多重视台湾这国家 字里行间都透露出友善台湾的立场 各国政要接连来台 让中国对台的军事威胁 以及外交打压手段再度浮上台面 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石板明夫 在脸书上点出 各国似乎看穿了中国 其实是直老虎 已经前驴技穷 无视中国的抗议 一个接着一个来台湾 这时蔡英文总统顺势展开价值观外交 不再拘泥于拉拢邦交国 看到全世界民主阵营与台湾站在一起 相信台湾在国际社会 走出去的路会越来越宽 台湾外交开启新模式 显示台湾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布局 扮演重要角色 法国访团代表格里欧 在10日被问到军事合作议题 表示台湾也有派军官到北约或其他国家实习 确实有军事相关交流 但不方便明说 台湾扩大国际交流 要走向世界 让台湾好朋友越来越多 欧美国家议员近几年接连访台 显示台湾外交舞台 获得不少民主阵营的支持 记者旅游起整理报导